不用擺姿態 而與此同時 你看到美國的手影 又在後面做事 因為其實上個星期 布林肯才去了塞內加爾這個國家 因為塞內加爾這次就是主辦中非合作論壇 你知不知道塞內加爾首都好像東莞一樣 全面被大陸人攻陷了 例如是西非 塞內加爾以前不是法國殖民地 但是他已經被大陸攻陷了近十年 在首都播東莞的跳舞音樂 不是吧 會不會見到塞內加爾 可能以後陶大宇也要去那邊 去燈台 不行的 新市場 梁烈維大灣區不能做的去塞內加爾登台 也對 勤奴一點 給自己勇氣 開拓南海市場可以的 所以就是這樣 而你這次為什麼說 非洲國家開始不給面子 就是現在拜登政府開始在做事 其實是開始深耕這個非洲 其實拜登之前也說了很久 叫做Build Back Better這個計劃 對抗一帶一路的基建 對抗一帶一路的基建援助計劃 是的 而那裡你第一炮 偏偏就找塞內加爾來開頭炮 他找了四間公司 帶來合同 還說會借錢給塞內加爾 講到明 我們的借貸條款是公開透明 民主 而且是肯定你是可以還得起 我們才會借給你 這個很明顯是針對中國 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一個就是黑幫背後的大耳洞 一個就是由上市公司經營的財仔 現在非洲的債仔 他們都是經歷過這麼多的殖民地管治 其實他們都是成精的 他現在就拿著這個 場實下面的這個財務公司的貸款條款 來跟這個大耳洞談判 喂 大哥 別人說年息是說2% 你收我10%有沒有搞錯 我現在不認數 他現在是賴債的 除非就等於馬哈鐵一樣 除非你修改這個東海岸鐵路的造價 如果不是就拉到 他現在否認說會收回烏干達機場 為什麼 因為在中非論壇裡面夾他 其他烏干達的盟友就一起夾他 我相信我也不理 還有塞內加爾是兩大落足點 西非塞內加爾 然後跟著就是東非埃塞俄比亞 這兩個就是他的落腳點 其實塞內加爾跟中共的關係未來去很多年了 也有大量的溫州人去塞內加爾投資 其實做那些corner store也好 做什麼開卡拉OK什麼都有的 其實我看法國記者寫塞內加爾的報道 是兩年前已經說是跟東莞一模一樣 當時兩個法國記者寫了一本書 《100萬中國人在非洲》 就是講塞內加爾的其中一個出版 接著他說去到莫山秘級這個地方 是一些完全荒無人影的地方 是有一些溫州人在承包農場種微金谷的 是去到這個地步 原來施工隊完結了工程之後 他就留下了在政府鼓勵下面 留下了在當地 再招同鄉去 各式各樣的行業已經被華人滲透了 現在的情況就是如果美國要重返非洲 《紐約時報》爆出亨特拜登的醜聞 在江國股礦裡面其實是有目的的 他是要夾 現在其實是配合著現在美國 在重返非洲的政策 我現在就是用新光景靚的 在洛陽木業為什麼這麼嚴重呢 在江國大陸那一套就是養吐殺 以為透露了這些非洲股礦 接著就是剪輯了 炒人 好了 我看《紐約時報》訪問當地的工程師 他說其實美國公司的年代是好很多的 對我們非洲人的專業人士的尊重是多很多的 他說現在大陸人來了之後 中國人來了之後 就不斷裁員 以及不斷派他們中國人來取代我們的職位 即是那些高級職位 他一定是這樣 掐數 掐一下掐一下就是叛軍來 那些叛軍不是又是他們的人嗎 不是又是那些江國民主共和國找來的人 弄著弄著弄著弄不成的 所以我說這個習近平 書面上他是很棒的 即是大戰略家來的 真是 哇 巴黎氣油協議看到了 將來這個清潔能源就是 世界最重要的上游資源 我只要壟斷了 包括澳洲的抗業 澳洲第一個反抬的 你有沒有留意到 到現在 美心政府還是支持國防部長去少了 北京都在這裡 嗯 澳洲是第一個反抬 而在抗沙的輸入裡面 澳洲是最大中的 其實在中國來說 是 現在到非洲 東盟也有衝突的 你現在看到 因為他現在講南海問題 什麼和平南海什麼春春 就想著安撫菲律賓 因為也是東盟會議裡面 講到南海問題 後面就是美國的手指毛 以前很聽話的 東盟論壇裡面 但是你知道東盟論壇 一樣有美國的馬仔在這裡 嗯 而且你要記住 現在馬來西亞如是 新加坡如是 越南如是 越南當然就是美國的馬仔 還有菲律賓 菲律賓也可以作份 喂 如果給我 我也會打兩手 嗯 是不是 如果我拿著 祥和下面的才仔 可以對沖到 某個字頭的大耳孔 拿來提供它 要逼它減低那個貸款的利息的時候 那一刻我當然是變得親利了 嗯 最終其實最好你兩大強權 擺著一個 拿著一個投資料來 然後 拿一個紙檔裡面有個計劃 給我看看 究竟這個大耳孔怎麼借發 然後兩個還要爭著請烏干達總統 去東莞去玩一下 是啊 找你喝茅台 是啊 然後還說 送幾個iPhone給你的家人玩一下 不行了 現在送幾個華為給你 然後別人的i-try 給外長另一面就在那裡瞄 是吧 不是吧 送個華為給我 你想一下 回頭 何志平案 嗯 其實你就知道 何志平案其中揭出來的就是 他在榨德 去幫中石油擺平那些 破壞人家環境保護的法例 那些東西 嗯 就是拿著200萬現金去行軌榨德總統 嗯 你當我是什麼人 當時你還記得幫他打通關系的 前塞內嘉義外長 是 你找回一些人脈 你就會知道 其實那個佈局 非洲那件事是多久之前的事 那個是2014 2013 415的事 其實是 是 所以我就說 還以為美國人不會回去 我也說 美國人也在六七十年代 蒙博托 我就說 當時澤伊爾總統訪問 尼克遜邀請他來訪問 一起坐在白宮喝下午茶 美國人參與非洲政治來 還是你中共 中共當時毛澤東是什麼 援助坦站鐵路 就想著阿菲拉民族大團結 支援安哥拉游擊隊 那時候是 人家已經在玩這個 跨國企業控制當地的礦廠 這個遊戲 好了 到你奧巴馬年代 就不知道究竟是什麼原因 突然間好像失衷失憶那樣 放過這些機會給中共 現在他要拿回的時候 他召回舊馬仔出來就可以了 是 是吧 半軍的領袖也是他舊馬仔 等於拉登也是中情局培養 喉塞恩也是中情局培養 在蘇聯入侵阿富汗的時候 聖戰組織就是中情局培養出來的 嗯 他已經玩多次了 有安房的一面 是的 有正義形象那一面 同時他有黑那一面 是的 不是那麼容易 你看得沒得肚子 當年搞塌利班 你現在看到 現在塔利班 原來是打擊ISIS的重點 我先開門 我先收聽 你先說一下 好的 現在我剛才說的就是阿富汗的問題也是一樣 當初很多人嘲笑小粉紅 嘲笑塔利班這個掌權美國敗走 其實你現在看到了 ISIS和塔利班的衝突 將會導致ISIS 用維吾爾族的人去襲擊塔利班政權 這樣就麻煩了 剛剛之前爆發的在阿富汗的恐襲 就是由維族人去執行的了 當ISIS的手和維族走在一起的時候 然後大陸就麻煩了 所以這個就是很多時候他們猜不到的 曹總去了吃披薩的時候 就要多謝一下這個 聽眾一直在我們節目裡面 就是課金支持的Ko Chik Hong 還有Miko Yu 也有Garry King Gary Chang 這個常客 Leng Leng 也有Wong May 現在在多謝支持的聽眾 希望大家繼續努力 還說送pizza來是不是 不是 我沒有辦法了 現在只有我一個人在家裡 所以一定要我開門 一個人在家裡 女兒送到上來 難道聽眾而已 不是我說的 不是 所以沒有辦法了 現在什麼都一腳踢 年輕人又上學 老婆又上班 只有自己一個人在 即是速遞來的時候 就要開門 沒辦法了 因為很壞 多謝Jo Chan 還有最新一位Jo Chan 是 Pizza 真的是 不是不是Pizza 那個電飯煲已經壞了 即是Mac Instant Port 現在就會再買一個 這裡什麼都要 很多東西都要網購 沒辦法 因為它很威衰 講開又講 這邊那些速遞 如果他們找不到人的話 他們是不會打電話的 他放到門口也好一點 因為Apap 他拿回走 至少Royal Mail就是這樣 他拿回走然後放下卡 油證局一定是 速遞公司跟他放下門口 很麻煩 所以如果Ebay 你是通過Royal Mail的話 一定是這樣 我不知道現在來的速遞 究竟是什麼公司 如果我錯過了的話 他又叫我去油谷拿 你知道這裡多麻煩 我又沒有車 而且你的電飯煲壞了也挺麻煩的 你錄不到粉絲吃 然後就 哈哈哈哈 你這樣都拉了 哈哈哈哈 硬來 我給聽眾留言已經好很多 大哥你不要笑 聽眾留言 剛才就說是不是女女送來 接著有人 李星菱就說是不是吃粉絲 接著又說是不是Black Friday Sales 接著又有人問 是不是曹總叫了粉絲煲 然後就說是否有AV女郎來 這樣 是啊 是啊 已經是對你最好的一個 已經是 只是說你的電飯煲壞了 吃不到粉絲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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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為什麼開始這個語言不詳 咦 怎麼開始 不是 其實香港有些人說 香港油證局也是這樣 但是香港油證局好像7-7那樣 當然有一間在你左近 有一間在你左近 是啊 真的方便的嘛 但是這裡你真的很困難的嘛 所以你錯過了一些速遞 就很麻煩 我買米就一定是網購 因為你大佬 你整個10kg的米 你怎麼抬 你沒有車就這樣麻煩 那不是啊 走20里路不轉駁的嘛 你可以 那我不是習大大 我研發而已 我不會變成習大大 你小心點說話 你研究好了 你不要研發啊 你不會變成習大大 是 看齊意識 是不是 這個真的是 是啊 如果你說你研發習近平思想 就是你發明習近平思想的話 你真的死定了 是啊 所以 這個妄議中央的最大後果 和洩露國家機密 我覺得 嗯 嗯 剛才我們說的 就是這個一帶一路債仔 就是起義 非洲中非龍潭 我覺得是有後續的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你那個 中國的國際形勢 越來越孤立 是 那你想一下 他們越來越孤立的話 這個債主就更依靠債仔 嗯 在國際組織裡面的支持 嗯 那你就要課稅 又要課稅 對 不加錢 是不是 你經常要我做醜人 不加錢 啊 只有港字 喂 還有很簡單 這些非洲國家買票行為 是正常的嘛 但是以前 他們的胃口沒有那麼大的 為什麼呢 因為沒有人欠他們的票 嗯 就是在美國奧巴馬年代 其中最大的失誤是什麼 就是他以為中美戰略夥伴關係 就可以 將美國的霸權主義放低 這些我就說左膠政府的問題 美國是一個霸權帝國 這個不能否認的 就算 無論 美國大學裡面的左膠教授 怎樣去鞭撻自己的帝國主義歷史也好 到今天美國都是一個帝國 要不然你怎麼解釋 200多個美國的軍事基地 住在全世界 它就是一個全球帝國 嗯 奧巴馬這種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他虛偽的嘛 我覺得美國人 嗯 他不承認自己是帝國 如果是你撤銷了美軍基地 是 如果你是一個帝國 你就要承擔帝國的責任 嗯 好了 現在重返回非洲了 我覺得陸續有來的 真的 真的很危險 因為他越孤立 美國就越大空間去夾爆他 嗯 就是這樣說 我們剛才不是說過的 就是你 你壟斷了一個國家的資源 他的經濟 然後呢 這些資源和經濟呢 就壟斷了他的主權 然後就買了他的政治影響力 最後就在聯合國那裡斑馬套現 那麼 問題就在於 其實你以往 其實 香港有一個作用在這裡 香港的作用呢 其實說真的 是令到中共 在聯合國的底牌 其實是扯盡了 露了底 就是很簡單的嘛 你以往 國安法也好 完善選舉也好 這兩件事 在聯合國都試過互相斑馬 去數票的 你只是說 去年 七一的時候 中共是找了 歐美 那時候在歐美 是有27個國家 是反對這個 香港《立國安法》的 那麼中國找了多少呢 那時候數票數贏 52個 那麼有時候呢 去到盡的時候呢 是可以去到七十個的 但是 Anyway 如果你說數底牌來講 那麼中國 其實就大概有五十多個國家 是他的鐵票 那麼好了 現在五十二個國家裡面 絕大部分就是非洲國家 就是亞非拉活為主 還有東南亞那些 柬埔寨 寮國那些 現在你 只是說中非國家論壇裡面來講 中非國家論壇 中非合作論壇裡面來講 有多少個國家呢 非洲 四十幾個國家 如果那些四十幾個國家 一起向你反抬的時候 其實你數到的 52減40 27加40 一來一回 如果你真的回到聯合國 你數票數輸了 我不要說一半 不要說全部 一半 踢你出聯合國也行 立陶宛是正在試中共的底線 很多人就說這些小國沒有用的 最終都會被中共夾回 但立陶宛正在試的底線是什麼呢 就是看中共怎樣處理立陶宛 他現在也是嚴重的 進退兩難 他說將外交降格 其實應該斷交 如果是這樣 如果你要懲罰這些 跟台灣建立准外交關係的國家 如果立陶宛過關之後 其他那些曾經被中共滲透 現在反抬的那些國家 就陸陸續續會出現骨牌效應 是啊 他過去的10年 不斷叫走 跟台灣有邦交的國家 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 但是其實台灣只要打一場 準外交的遊戲 他不需要正式承認 一個準外交關係 其實已經是行的了